大家好,发财树不仅寓意非常的好,而且叶片油绿观赏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养发财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个发财树养着养着突然就出现黄叶而且叶片大量掉落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发财树它烂根了 如果发财树烂根了就会导致它的养分和水分的无法正常的输送 就会导致它的叶片发黄掉落 那么这个发财树它如果烂根了,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些征兆中发现 如果发财树它烂根了呀,在烂根之后再接近这个树根的地方会有一些粘稠的分泌物 这些粘稠的分泌物可能会有一些白毛,而且用手摸着有点点很软的感觉 而且我们轻轻碰一下树皮都会很容易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明了它已经烂根了 那么烂了根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只能够先把它的黄叶枯叶剪掉 然后将这个植树脱盆处理 将里面的这个烂根全部给它修剪掉 然后放在这个多菌磷溶液里面 给它浸泡了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给它晾干伤口再重新栽种了 然后平时养护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浇太多水 发财树它的根是一些细小的毛细根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多的水分 如果你频繁的浇水很容易导致它的毛细根的腐烂 就会出现烂根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浇水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千万要等到它干透了才能再浇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呢如何发现这个发财树是否烂根 烂根之后的处理办法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